宋淫終極界 虽是極會出宮殿 可極會心氣之極會為父母 些為沉靜聚合為極理 終極界 宋淫以氣如任開解脈 脈氣些微疼痛 欲如春風何曦 宋淫明典之痛 明典大聖一切脈觸 生有樂之痛 守護肉絲為重要 宋淫景象堅固 是依戒些為沉靜 氣些為堅固 故無般得見焉等景象 為有樂神通之史 要解釋這一段 其實 四極會宮殿 四極會宮殿 我們知道有五輪 一般來講是講喉輪 到了眉心輪是最高 應該是五輪極會 如果講是極會 就少了 少了這個眉心輪 喉輪是極會的宮殿 心輪是極會的宮殿 忌輪是極會的宮殿 密輪是極會的宮殿 心忌之極會是父母 什麼是心呢 就是意念 你的意念 跟你的氣 跟你吸進來的氣 或者火 這機會在那裡 水跟火 就是加 跟氣是在一起的 你用你的氣 把水火 調營 聚集在那個宮殿 用意念 聚集在那個宮殿 叫做心氣之極會 心氣之極會 氣 明點 佐佛 三個條河 跟你的心意念 集合在你的四個宮殿 父母呢 父是佐佛 水是明點 水是明點 就是母 母也就是明點 些為沉浸 集合為基底 也就是說 那個時候 常常聚在那裡 慢慢的 會變成沉浸的現象 會乾淨的現象 也就是 在開 開脈輪 開你的脈 開五輪 就是在開你的輪